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南辰 朋友们可能觉得很奇怪 怎么上一期还是北宋呢 这一期一下就蹦到了南辰 这个跨度是不是有点大 其实是这样 咱们北宋已经聊的差不多了 下一步目标呢 咱们是要聊聊大唐王朝 聊大唐王朝就不可避免的要聊聊隋 因为隋唐是不分家的 这一点将来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说说 为什么说隋唐不分家 你要想聊隋朝 那肯定要聊到南北朝 因为隋朝就是取代北周 然后又击败了南朝的臣 最后统一中国的 所以呢 南朝的臣和北边的 北周北齐的最后的几个皇帝 我们也都要谈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过渡到了唐朝 大家就不会觉得很突兀 而且因为很多历史都是相互联系着的 特别是隋唐的历史和北齐 北周隋朝唐朝 这些历史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聊聊南北朝后期的几个 朝代的事情 也是我们不可能跨越的时期 好的 先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南北朝 南北朝呢 北朝呢 就是按时间顺序分为北位 然后呢 北位分裂成东位跟西位 分别呢 是由全臣高欢和全臣余文泰把持 后来高欢和余文泰呢 都觉得还带着这么一个拓跋式的皇帝一起玩 很不爽 于是呢 干脆呢 就先后把他们各自的皇帝都废去了 就变成了北齐和北周 后来呢 北周就出现了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 就灭掉了北齐 而最终的政权却落在了外齐杨坚的手里 杨坚取代了北齐 完成了北部的统一 而后又进攻南朝的陈 战胜陈以后 实现了华夏大帝 事隔三百年以后的又一次的统一 刚才说的是北朝 南朝呢 历经了宋齐梁臣这四个朝代 宋呢 是刘宋 开国皇帝呢 叫刘豫 南齐的开国皇帝叫萧道成 南梁的开国皇帝是萧衍 南臣的开国皇帝是臣霸仙 其实啊 这四个人啊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前朝的大臣 手握实权的大臣 然后呢 在皇帝驾崩以后 新主刚刚登基的时候 呃 在面临着整个的亡国内部啊 人事纠纷啊 相互的侵诈啊 等等 面临诸多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这些公骨老臣没有选择离开 没有选择去跳槽到其他的王国去 他们都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 最后又做了同样的选择 就是他们都篡了拳 南朝的前面三个朝代呢 在我以前的视频节目中呢 已经谈到很多了啊 就是关于南北朝的那些视频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再去看一看 你看这么一不留神 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广告 我在这里呢 就不多谈这前三个朝代了 我重点说一说南臣 南臣的开国皇帝啊 叫陈霸仙 这个人呢 出身于草根 他就从一个小兵 最后变成了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当时呢 南梁的时候呢 出现了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呢 侯景呢 是个人名 这个人呢 以前是在北朝 后来呢 在北朝作乱 然后呢 就被北朝驱除出去了 他就投降了南梁 最后到南梁呢 他又继续作乱 就是有名的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呢 他就把当时的南梁的梁武帝 萧衍困在了一个寺庙里 萧衍啊 大家可能多少有点了解 就是那个特别长寿的皇帝 在位时间特别长 而且呢 特别遵从佛教 在他在位这几十年间啊 曾经好几次 一言不合就出家了 其实出家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吧 但是呢 你还要记得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吧 因为古语说的好嘛 老想着出家的皇帝 不是一个好和尚 这位梁武帝呢 就是这样 他还建了很多的寺院 大家记得那首诗 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 其实在南朝又何止484 有两千多座寺院 后来这个梁武帝呢 就被侯景困困在了寺庙里 最后就死了 然后呢 赶来的大将军陈霸仙 还有另外一个将军 叫王增变 两个人呢 合力就拍死了侯景 后来陈霸仙跟王增变又产生了分歧 陈霸仙又拍死了王增变 又拍死另外几个叛逃将军 最后呢 在整个南朝里 他可以说是大权在握 这时候的小皇帝肖光智 已经是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了 于是呢 他也算失去 他就把皇位善让给了陈霸仙 说是善让 说是心甘情愿的 这个呢 史书上呢 也没有记载 但是呢 在一年以后 陈霸仙就把这个肖光智 这个只有15岁的 前朝的小皇帝给杀死了 这样陈霸仙呢 就开始了南陈的历史 南陈呢 总共历经五帝 大概有32年吧 最后一个皇帝 历史上叫陈后主 他的名字呢 顶顶大名 叫陈书宝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奇葩的皇帝陈书宝 这个陈书宝啊 他登上这皇位也真是不容易 他刚刚登基 还没坐稳呢 他的弟弟就在他给先皇叩拜的时候 拿刀子砍 砍他的脖子 差点把他砍死 幸亏被另外一个弟弟给拦截了 要不然的话 陈后主就得换人了 你说这皇位得之如此不容易 那肯定要分外的珍惜啊 陈书宝也是这样想的 他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 珍惜他的来之不易的皇位 什么方式呢 就是做 陈书宝执政这个五六年时间吧 不能说他一件正事都没干 应该说他半件正事都没干过 这个陈后主啊 跟我们以前谈的南唐后主李玉 有一些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在哪呢 这两个人都特别好诗文 陈后主陈书宝也是诗文写的不错 再加上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徽宗 那么历史又一次雄变的证明了 文艺青年和皇帝是两个不共戴天的职业 你不可能予以雄长兼得的 你做皇帝就千万不要想着做文艺青年 而想做文艺青年的绝对不能当皇帝 这个陈书宝当上皇帝以后啊 他每天基本上就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整日的饮宴 他召集他喜欢的那几个大臣都是那些只会写诗作父的那些纯粹的文人 对国家大事啊基本上也不懂 但是呢陈书宝呢 对他们都唯以重任 把国家大权都交在他们手里 然后这些人天天在一起呢 就写诗 然后呢 俯上乐曲 再让那些歌迹们呢 给唱出来 哎以此为乐 每天呢 就是这样醉生梦死生活 陈书宝呢 在后宫里呢 有很多的嫔妃啊 他最宠爱呢 其中有一个呢 叫孔桂嫔 还有一个更加的有名 他叫张丽华 说起张丽华呀 可以说是在古代历史中一个有名的美女 据说这个女子发长七尺光可见人 发长七尺什么概念呢 按照南北朝那时候的那个尺寸来算的话 发长七尺就相当于现在的180厘米 我估计这位张丽华应该没有1米80 所以他这个头发是可以拖到地上的 这个张丽华呀 不光是明艳赵人 而且呢 他的情商和智商都比较高 他智商高体现在呢 他的记忆力非常好 朝中大臣们还有那些宦官们 向陈后主汇报的什么事情 这个张丽华都能记得很清楚 过了几天以后 他还能附属出来 这样的话就省了陈淑宝的很多的脑筋 另外呢 他的情商也特别高 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他呢 特别的他好准了陈淑宝的脉 陈淑宝就是好色嘛 喜欢美女 所以呢 他不光是不嫉妒那些被陈淑宝临幸的美女妃子 他还能主动向陈淑宝推荐 说我这又有一个美女 你来看看等等等等 哎 这样的话 陈淑宝呢 就对他的那种大度啊 越发的喜欢 他是陈淑宝最宠爱的一个妃子 陈淑宝呢 还为他建了一个楼 那个楼建的很高 每次这位张贵妃站在楼上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仙子下凡 这位陈后主啊 还给这张丽华呀 写过一首诗 叫《御树后庭话》 其中呢 有这么几句 叫做 妖姬脸似花寒露 御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 落红满地归记中 就是这样一首诗 这首诗呢 又被称作是王国之音啊 因为它其中有花开花落不长久等等这些话 而后世呢 唐朝的诗人杜牧也写过一首诗 大家一定熟悉 就是那首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拨秦怀进酒家 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悠畅后庭花 说的后庭花 指的就是这个陈后主的这个玉树后庭花 张丽华因为得到了陈淑宝的宠幸呢 他在后宫可以说是执掌一切 凡事都是他说了算 大家可能会问了 难道陈淑宝就没有皇后吗 陈淑宝确实有个皇后 他的皇后呢 也是鼎鼎大名 他的皇后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叫沈悟华 这个沈悟华呀 和陈淑宝啊 还真不是外人 这个沈悟华呀 是陈霸仙的亲孙女 所以他跟陈淑宝的血缘关系是非常近的 陈淑宝呢 是陈霸仙的侄子那一代传下来的 因为陈霸仙没有儿子 所以呢 从侄子中选了一个继承他的皇位 所以啊 陈淑宝呢 应该是沈悟华的堂兄 他们两个人也是近亲结婚 不过好在呢 这两个人呢 也没有什么后代 沈悟华自从进宫以后呢 陈淑宝呢 就看着他不是特别顺眼 因为沈悟华呀 她是那种特别简朴 特别端庄贤静的女子 这样的女子呢 应该不是陈淑宝的菜 沈悟华呢 倒也是不以为意 你陈淑宝愿意跟谁在一起 就跟谁在一起 我呢 还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沈悟华呢 喜欢做的呢 就是读读佛经 然后呢写写诗 做做画 是一个非常非常静的一个女子 陈淑宝呢 有一次 因为好长时间 没有去皇后的宫里去看了 这次呢 破例去看了看 到了那以后 没待几分钟 可能是话不投机吧 陈淑宝就走 走呢 他还留了一首诗 诗中呢 有这么两句话 就是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就是到现在 大家经常说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这出处呢 可能就是夫自这个陈后主 沈悟华呢 看到陈后主经常这样天天的饮宴 也不干正事 也多次呢 觐见 让陈淑宝呢 要多关心民间疾苦等等等等 但是陈淑宝呢 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久而久之呢 沈悟华呢 也就不再搭理陈淑宝呢 陈淑宝呢 也对这个皇后啊 越来越瞧不上 他几次蒙发了要废皇后的念头 他最后呢 甚至都要着手去实行了 但是很可惜 这时候呢 杨坚的大军已经杀到了 杨坚呢 是在公元581年 从北周最后一个皇帝 周敬帝手里接受了善让 建立了大随朝 然后在公元589年 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 杨坚呢 抓住的时机非常好 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 南朝在陈后主的统治下 老百姓的生活是苦不堪言 所以杨坚出师的名义 就是要调民罚罪 陈后主呢 一直所依赖的长江天险啊 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倒并不是说这长江天险不行 是因为再牢固的天险 也禁不住陈后主这么折腾 陈淑宝对长江天险还是有些信心的 因为他知道在之前北齐北周 都曾经进犯过成果 但是呢 都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长江天险 在当年五湖乱华的时候 前秦的附坚也曾经率领81万大军 想通过长江 然后灭掉当时的东晋 当时附坚号称是可以投鞭断流啊 那意思是我们把马鞭投到江里 能让长江断流 这是何等的气魄 但是呢 最后呢 也是被东晋的谢安 以八万兵马就把他打败了 这就是著名的北水之战啊 北水之战以后呢 复坚呢 也是一蹶不振 最后也被其他的少数民族的王朝给取代 复坚的前秦政权呢 是当时五湖乱华中的底足建立的政权 这段历史呢 也非常的乱 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细续的聊啊 但是 废水之战呢 又诞生了几个成语 像什么 草木皆兵 风声鹤唳 都是在这场战役中诞生的成语 陈书宝祸害长江天险啊 是有他自己的方式 那时候战争已经打起来了 隋朝的军队呢 已经从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杀过来了 这时候呢 陈书宝突然把驻守江防的部队调回了京城 说要参加一次阅兵 要撞我军威 当时很多将军都提醒他说不能这么干 这样太危险了 您现在把兵力调回去以后 我们连巡防的人都没有了 但是陈书宝不听这个 他说我们有长江天险 我们不用怕他们 我们要在江边住房的话 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了他们似的 我们不用怕他们 他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信心 于是呢 当时的晋王杨广 就是后来的隋阳帝杨广 他率领的从长江下游突击的部队 就顺利的通过了长江 然后直扑陈朝的国都建康 杨广那时候应该只有20岁左右 但也已经是一方面军的统帅 同时跟他一起带兵 还有一位大将军叫高炯 杨广率领的部队 还有韩秦虎贺连碧 他们率领的部队 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沿路上老百姓也是很欢迎他们 给他们送水什么的 就是有点像迎接王师的样子 所以可见在陈朝啊 这个陈后主是如何的不得人心 这时候建康已经告急了 但是陈书宝手里呢 还有十万人马 而且手下还有两个能征冠战的将军 一个呢 叫萧摩额 一个叫仁忠 这萧摩额啊 是一个是一名老将 酒精沙场 然后萧摩额呢 就向陈书宝提出一个战略性的计划 一整套计划 如果能够按萧摩额制定的计划 那么执行下去的话 至少局面会稳定住 不会像现在就被翠库拉朽的干掉 陈书宝呢 倒是采用了萧摩额的计划 让这个萧将军啊 带着十万兵去迎敌 但是萧将军前脚刚走 后脚陈书宝就把萧将军的爱妾 接到了自己宫里 哎 就给林姓了 这位萧将军很快知道自己的家人 已经被陈后主霸占了 所以可想而知 这位将军还怎么迎敌 所以这萧将军啊 在跟随军作战的时候啊 就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必败的阵型 结果十万大军就被韩秦虎的不到一万人马就击败了 到了这个时候 陈书宝终于有点紧张了 他就把这个还剩下的唯一的一名大将人忠叫到 他就把还剩下的唯一的大将人忠叫进来 他赶紧啊 赏给了大将人忠很多的金银财宝 告诉他 你赶紧用这些钱去招募士兵 好好的一定要保护我无恙 任忠领命以后呢 跟陈后主说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把您护送出宫 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陈后主呢 很感动 说真是疾风知境草 板荡实贤臣 到这时候才知道任将军如此忠勇 以前对你们确实不是很好 现在呢 没想到你们还这样保护我 任将军呢 确实也不负重望 回去把珠宝放在家里头 回头就投降了隋军 带着隋军就攻进了皇宫 这时候的陈书宝身边只有一个大臣 还陪着他 就是当时的尚书蒲叶元宪 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忠臣 这时候陈书宝跟这元业还道歉 说哎呀 以前我确实对你们不好 你看现在那些跟我吟师做父的那些官员们早就成鸟寿散了 还有你 唯有你还陪着我 这元宪说 咱就别说这个了 说现在怎么办吧 陛下 陈书宝说 不用慌张 我早已想好了退路 这元宪说你什么退路 陈书宝说你跟我来 然后就往后宫跑 带着他的那个两个妃子 一个张丽华 一个是孔贵贫 到了后宫以后看到一口井 然后陈书宝就要往下跳 这元宪赶紧把他拦住了 说这是井 难道您是想自杀吗 陈书宝说 不是 这是口枯井 我们躲在那里 他们就不会发现了 当时给元宪气的 元宪说陛下 说您是一国之君 说在这个时候 我建议您就整关带 好好的坐在正殿之上 等着他们来 不管是投墙也好 还是被俘也好 我们都要保持 我们作为皇帝最起码的尊严 说如果您要是躲在这枯井里的话 那真是把陈朝列祖列宗的面都丢光了 陈书宝说 我还管热吧 然后就把这个元宪推开 带着这个两个飞子 就嘣嘣嘣嘣 就撒人全跳在井里去了 一会儿呢 这个隋兵就攻进来了 四处找寻 找不着这个陈后主 然后呢 就问了一些宫里的太监宫女什么的 有的人呢 看见他们了 就跟这个隋兵说了 隋军呢 士兵呢 就把这个枯井给围住了 就像你们喊话 说快出来吧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呢 里面呢 没有回音 然后这个士兵也等得不耐烦了 就说你要再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往下扔石头了 这时候陈后主回答了 哎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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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陈书宝 那个不要扔石头 我们你顺根绳子下来 我们上去 于是呢 士兵呢 就顺了一根粗绳子下去 然后几个士兵 非常精壮的士兵 就往上拉着绳子 怎么这么沉呢 后来又多来几个士兵一起合力 把这个绳子拉上来 再一看 好 这一绳子上拴着仨人 这个陈书宝啊 这点倒不错 没有抛弃他这两个 妃子一起被拉上来 当时张丽华被拉上来的时候呢 脸上的脂粉蹭在了 颈壁上 于是后世这口颈就叫做胭脂颈 这时候那位叫高炯的主帅也来了啊 看到了陈书宝 还看到了张丽华 还有那孔贵嫔 他看到张丽华呀 果然是非常的美丽 于是呢 他就说 他说当年的那个商咒 就是被达姬迷惑 商被灭的时候 达姬也被杀死了 所以这个女人也不能留 他就是一个红颜祸水 于是呢 当时就把这个张丽华给砍死了 历史上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说杨广呢 不想杀张丽华 还想占有张丽华 但是呢 高炯呢 还是把他给杀了 于是呢 杨广呢 就记恨高炯 最后呢 找个理由 把高炯也杀了 但是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可靠 另外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广自己杀了张丽华 不管是谁杀了吧 反正张丽华最终就像历史上 以往那些被皇帝过分宠爱的妃子们一样 都成了王朝覆灭的替罪羊 那位孔贵贫呢 有一种说法 说他当时也被砍死了 有一种说法呢 是他失踪了 这个咱们就不管了 陈朝呢 就这样覆灭了 当时杨广阳素 他们呢 就把陈朝的皇族 还有那些大臣们押送回隋朝的都城长安 当然了皇后沈悟华也在其中 沈悟华呢 还是像以往那样 宠辱不惊 不卑不亢 而杨广 还有隋文帝 杨坚对陈后主也好 对沈悟华也好 都是非常的礼遇 特别是对沈悟华格外的尊敬啊 因为他们知道沈悟华在南朝中的名声是非常好的 威望是非常高的 对这个陈后主呢 也是非常的客气啊 每次欢宴的时候呢 都把陈后主叫上 而且这个隋文帝杨坚呀 还是一非常信心的人 他还特意的嘱咐那些乐队们 不要奏一些江南的乐曲 免得陈后主思乡 但是啊 后来他发现啊 这位陈后主 他一点不思乡 他天天在这儿过得挺好 跟以往一样的好 虽然没有了张丽华 没有了孔桂平 但是他的生活一样的很滋润 隋文帝呢 给陈后主以三品大员的待遇 这时间长了呀 这位陈后主呢 还有点不知足 他曾经啊 写了一个奏章 跟这个隋文帝说 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实纸啊 你给我都是须纸 能不能给我一个实纸 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更体面一点 当时隋文帝拿到他的奏章以后 说这都是什么人呢 此人真的是全无心肝的 隋同陈后主和沈皇后一同押到长安呢 还有他们陈朝的皇室成员 其中呢 有一位公主叫乐昌公主 是陈后主的妹妹 这个乐昌公主呢 在陈朝的时候呢 已经结婚 他的夫君呢 叫徐晶叶 是当时的太子舍人 也是一个饱学之士 夫妻两人呢 非常的恩爱 当战乱一起的时候呢 徐晶叶就预感到了陈朝将会被覆灭 于是呢 他就跟公主说 说的 如果说陈朝覆灭以后 以你的品貌才学 你一定会被嫁给某一个王公大员 而我呢 有可能就只有四海漂泊了 为了以后 将来咱们两个人还能有机会见面呢 咱们要设计一个暗号 什么暗号呢 最后这个夫妻两人就商定啊 把一面镜子掰成两半 两个人各执一半 约定好 在每年中秋的时候啊 他们要在长安的集市上去卖这个镜子 这样的话 有缘他们就能够再相见了 后来呢 果不其然 陈朝覆灭以后呢 乐昌公主呢 就被掳网了长安 当时的大将杨素就把她纳为妾 然后呢 每年中秋呢 乐昌公主就让她的老家人拿着这半面镜子 到集市上去叫卖 卖的价格还特别高 别人一看就连问都不愿意问 这一个半面镜子 你卖这么高的价钱 你还不如去银行去抢呢 一连几年啊 每年都是失望而归 终于有一年 徐晶叶也终于来到了长安 这一天呢 他就看到了这个老家人在卖这个半面镜子 于是呢 他就拿出自己这半面镜子 两个人一对 徐晶叶知道他终于找到公主 这个故事呢 就是我们所知道那个破镜重圆的故事 后来杨素也知道了这件事儿 然后就把这个徐晶叶啊 和这个乐昌公主啊 都叫到一起 叫到他的府里头 听他们两个人说说事情的原委 看到乐昌公主依然爱着他自己以前的丈夫徐晶叶 杨素呢 也做了一个人情 就把乐昌公主又还给了徐晶叶 还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去远处去安家了 这算是杨素做的一件好事情 其实杨素啊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人 他是可以说是杀人如麻 这个人呢 又是文武兼修 他以前是太子杨勇的手下 效忠于杨勇的 后来呢 被杨广说服以后呢 反了杨勇 杨勇被废以后呢 他就一直扶持着隋杨里杨广 但是后面呢 因为他也是功高盖主嘛 最后就被授予了一个虚职 慢慢的呢 他也就是傅贤在家 最后郁闷而死 说起这个破镜重圆啊 我又想起了另外几个成语 说起来还真跟这个陈氏家族啊 有很有关系 这说的是影川陈氏家族的老祖 叫陈时 是东汉时期的人 陈时呢 和他的两个儿子呢 在当时他们所住的地方呢 是非常有名的 他们有名呢 不是因为他们很有钱 很有事 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高尚 他们是当时不光是他们村里 是整个东汉时期的那个道德 凯国 有一天呢 陈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了梁上有动静 然后他就发现了梁上有一个贼 于是呢 他就把他的儿孙们叫起来 然后呢 在这个厅堂里的就跟他们训话 就告诉他们说 说有些时候呢 即使是生活所迫 也不要做一些错事 如果做了的话 你可能会后悔一辈的 梁上君子也应该记住这些话 等等等等 其实呢 他是说给梁上的那位 那位小偷说的 这小偷听了以后呢 也是攀然悔悟 就从梁上跳下来 跪在地上 然后请求陈时老先生的宽恕 陈时呢 对他教育了一番 陈时呢 并没有过多的责备他 而且还给他了两匹捐 说你拿这个做点小生意 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这个故事呢 就是梁上君子这个成语的由来 同时也是陈时一道 这个成语的由来 陈时呢 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 他的两个孙子 就这两个儿子 各自的儿子 曾经有一次呢 他们在自己在一起评述 说的是你爸爸好 还是我爸爸好 两个人呢 各执起见 争论起来了 然后呢 就让陈时呢 做一个评判 其实陈时这两个人 都是同样的优秀 于是呢 陈时就说了一句 说的老大难为兄 老二难为弟 这就是难兄难弟 这个成语的由来 其实以前说的是难 而不是难 这个意思是截然相反 好多成语啊 从最开始到后来流传起来以后 意思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 无商不奸 啊 那个奸呢 是奸诈的奸 说的意思呢 就是 那些商人呀 都是很奸诈的 但实际上啊 在古代无商不奸 那奸呢 是那个奸头的奸 是说这个米商们在卖米的时候啊 他拿抖成了以后啊 最后呢 在上面呢 再留下一个小奸 算是给客户的一个优惠 或者是额外多给一点 这样的话 客人们就会经常来到他这里来买米 他的生意就会好 这是一个精英技巧 所谓的无商不奸 就是这样做生意 然后出一小奸 这样你才能做好生意 这么个无商不奸 跟后面演化的那个无商不奸 那意思是截然相反 这位陈后主呢 在隋朝呢 一住就住了15年 他死的时候呢 52岁 有人经常啊 拿陈后主与南唐后主李玉作为比较 我觉得呢 与李玉比陈后主有两点不足 第一是他的文学修养上 跟李玉比起来 我觉得是不可以道理计 这是比较粗俗的说法 要是比较文的说法 就是说 差老鼻子了 陈书宝的诗呢 我很不幸看过几首 确实是乏善可陈 他的诗啊 总体看起来没有李玉的诗 那么有深度 有家国情怀 清朝有一位诗人赵毅 曾经写过两句诗 叫做家国不幸 诗家姓 富道沧桑 巨变功 李玉呢 也是历经沧桑以后 他的诗才更加的有了深度 而陈书宝呢 即使历经了沧桑 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感悟 第二点呢 是虽然两个人都是不合格的君王 但是作为一个文人而言 李玉呢 还有文人的风骨和文人的个性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家国的怀念 而陈书宝呢 就不一样 陈书宝他没有文人的气节 所以最好啊 不要拿陈书宝和南唐后主李玉比 这样李玉呢 可能又会哭了 陈书宝死了以后呢 沈皇后呢 为陈书宝亲自写了纪文 言辞妻妾 情真意切 说起这个沈皇后啊 她是一直受到了杨坚的礼贷 杨坚去世以后 杨广继位 同样的对沈皇后非常的礼贷 杨广呢 喜欢出巡 他有好几次出巡 去南朝出巡 他都带着沈皇后 倒不是有别的什么男女之情 那倒不是 就是因为沈皇后啊 在南朝百姓中威望很高 杨广带着她呢 实际上也是输买人心 这个沈皇后啊 曾经在陈国遭遇百年大旱的时候 亲自为老百姓祈雨 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她一起雨 雨马上就下了 于是呢 当时的百姓对她非常的信服 后来杨广驾翁以后呢 沈皇后呢 也离开了都城 然后最后她在常州的一个天津寺出家为尼 法号观音 对 就是那个观世音的观音 为什么有时候叫观世音 有时候叫观音呢 因为自唐朝以后呢 为了避开李世民的世子 于是呢 观世音就变成了观音 沈皇后出家以后呢 有一次呢 当地的百姓呢 向他求助 因为当地呢 征召了很多老弱富儒去当兵 实际上就是当炮灰 去跟唐国军队作战 因为当时在隋末嘛 所以有很多的格局政权 当地的格局政权呢 就征召了很多炮灰 然后呢 这些炮这些当地的百姓呢 就向沈皇后求助 看她能不能想想办法救这些一千多人 于是呢 这个沈皇后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这一千多人给救下来了 而且呢 沈皇后呢 在中途呢 还假扮天神 挡住了追兵 那些得救的百姓呢 就四处传扬 沈皇后的善举 而且还把沈皇后扮演天神的画像 就四处张贴 然后说 这就是观音下凡 观音出世 于是呢 后世的观音 就是女子的观音形象 有些地方呢 就是娶的沈皇后的形象 他们认为 这位沈皇后 就是观音菩萨下凡 后来这位沈皇后呢 也是因为担心 观府呢 会追究她 于是呢 她就跑到了山东的莱州 在那里的白云庵修行 后来唐太宗礼士民 也听说了沈皇后这些事迹 特意呢 以最高的礼节 来迎接她去 长安 但是这时候呢 沈皇后已经功德圆满 后来就在白云庵圆祭了 这也算是一段佳话 以上呢 就是陈朝覆灭的这段历史 下一期呢 我会跟大家谈谈 北周到秦朝 以及秦朝到出唐的这段时间的历史 欢迎大家收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订阅 请不吝点赞 好的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